朱元璋留下九字锦囊,本可保江山太平,却被朱允门少看了三个字。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良和张士城的农民起义军后建立大明王朝,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清除障碍。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开始大肆屠杀有功之臣,请胡为庸一案就有上半人被诛杀,而在朱镖死后朱元璋在皇位继承人的吻,提审一直犹豫不决,到底是传为自己的孙子朱允门,还是传为自己的儿子朱棣呢? 经过一番思考以及刘伯温在觐见朱元璋最终立朱允门为皇太子郑所谓,之子莫若父,对于自己的儿子朱元璋比任何人都清楚朱棣绝对不是一个甘居忍厚的平,雍之辈他同自己一样,也是各有野心的人如果将皇位传给朱允门朱棣难免,会不服而且朱棣又是酒精沙场之人, 一旦发动汗乱朱允门就启示朱棣的对手,为了给朱允门扫清障碍,朱元璋在临死前给朱允门留下了一个锦囊并告记载,他登上皇位之后一定要按照锦囊形势否则江山未已在朱元璋死后,朱允门打开了朱元璋留给自己的锦囊,在锦囊上写了九个字,小三方保江山杀朱棣,朱元璋的用意很明显, 想要跑住朱允门,那江山那就必须杀掉朱棣